苹果WWDC2023开发者大会已宣布将于6月6日至6月10日举行 这是苹果今年首次亮相 因为取消了春季发布会 今年的WWDC与普通用户息息相关 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苹果五大系统更新 iOS 17、iPadOS 17、MacOS 14、TVOS 17和WatchOS 10 二、传闻已久的苹果AR VR头戴设备 三、全新15寸的MacBook Air iOS 17的三大主要变化 iOS 17将在WWDC上公布并提供开发者阅览版 7月份开始提供公开测试版 正式版本将于9月与新款iPhone一同推送 根据过往的适配进度 iOS 17将放弃对iPhone X iPhone 8和iPhone 8 Plus的支援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三款机型将继续获得支援 老用户可以放心再使用一年 iOS 17的重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全新控制中心界面 重新调整UI风格 自2017年iOS 11发布以来 控制中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iOS 16重新调整了锁机界面 现在是时候将这种改变扩展到更多方面了 二、改进动态导功能 支持更多功能 动态导是去年的重要产品 发布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但iPhone 15将全系支援动态导 因此如何更好地应用动态导成为iOS 17的重点 例如 Siri动态导将与动态导进行整合 不再遮挡画面 此外 动态导还可能应用于AirPods的配对残穿功能 三、重新设计的锁定界面 曝显即时动态功能 锁定界面可能会经历一些小的更新 包括更多的自定义选项 其中最重要的是 锁定界面将为苹果地图重新设计即时动态窗口 这意味着您无需解锁iPhone 就能及时查看地图的导航讯息 总结 苹果WWDC2023即将到来 iOS 17将带来三大重要更新 首先 控制中心界面将进行大幅调整 重新调整UI风格 其次 动态导将得到改进 支援更多功能 如整合Siri动态和AirPods的配对弹窗 最后 锁定界面将引入重新设计的即时动态功能 让用户在不解锁iPhone的情况下 即可查看地图的导航讯息 这些变化将使iOS 17更加强大 更易于使用 为用户提供更出色的体验 苹果WWDC2023的到来让人期待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令人兴奋的更新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3 4 1 5